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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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高架子的人早安歡迎收看今天的高架子早上 我是大衛哥我的目的就是 打造出一個最聰明最有魅力的你 Good effing morning everybody 我們今天要討論一個非常非常好笑的主題 然後今天我不知道 會變得非常非常好笑還是我會變得非常非常暴怒 不過可能有兩個混合在一起吧 反正無論如何呢 我們今天要討論主題就是當女生問你 你有沒有錢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回答 基本上無論你是有錢 或是kind of有錢 或是你沒有錢 基本上都非常非常難的回答 即使你是二代也很難回答 就是我覺得女生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一群女生他其實在測你的底 另外一個其實是一種廢物測試 大部分會問出這樣子的女生的人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外貿協會 不然呢 就他媽超級無敵現實 現實到他完完全全 就已經在用你的銀行存款 你再去判斷你究竟是不是有價值的人了 然而當男生碰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完完全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呢 我在這邊呢 有各種很好笑的回答方式 然後這個是你真正可以運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回答女生的 在我還沒有公佈這些答案之前呢 各位拜託先幫我按個讚 這一集會非常非常好笑 幫我按個讚 然後這個讚主要的用意是 就是因為YouTube的原算法最近非常非常的難搞 所以你的讚呢會告訴YouTube 這支影片是一支優質的影片 然後他會推廣給更多需要的男人 然後這一集我覺得蠻多人需要的 因為其實蠻多人遇到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隨著社會的改變呢 女人變得越來越現實 然後因為IG方面的崛起 他可以在IG上面不停的去現身財 所以因此他可以得到大量男人的關注 然後當他得到大量男人的關注的時候呢 我們接下來就會開始進入很多私訊 為了想要跟這個女生打炮 一直想要把這個女生約出來的一些現象 當他有大量的機會可以去跟這些有錢的男人交流的時候 他在找對象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直的直接問你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錢 我們之前就有一個學員在Clubhouse裡面的配對房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學員 他解釋他自己的興趣是什麼了之後 自我介紹完畢 女生直接問他說 啊你有錢嗎 我們接下來這個優秀的學員呢 就直接進入自我解釋的模式 我會想要做這一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想要教各位到底要怎麼 要拆解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 當女生問你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衝動 會想要立刻做解說 可是我立刻做解說呢 例如我進入一個 其實錢不是重點 快樂才是重點 錢呢其實只是一個數字 當我開始進入這種幹話模式的時候 基本上女生就已經不想聽了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當女生問出一個這麼現實的問題的時候 她只是想要聽 你是有錢還是沒有錢 你解釋再多其實都沒有辦法去改變什麼樣的現實狀況呢 就是她很現實這個現實狀況 就她就是一個很膚淺很現實的女人 請問一下 你演講完以後 她會改變心意嗎 她會改變她的價值觀嗎 不可能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女生她需要去教會 你了解嗎 她需要去教會 這種女生已經 價值觀 扭曲 以及歪繞 你 運用這樣子的模式 去跟她說話 她根本就 聽不進去 你是想要教導她嗎 你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這一切都沒有用 所以這時候呢 我覺得 我不喜歡男生 不停的被屌打 所以這邊我給各位不同的回應 然後如何直接 啪打回去 不是真正打喔 不要大家都在那邊誤會 醜女打女生 不是 OK Verbally 用口頭方面的 反擊一下下 不要一直在那邊被調打 女生問你說 你很有錢嗎 我通常 我會用問題 來去回答對方的問題 特別是當 這個問題非常非常複雜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回應的時候 我會用問題 來去回答對方的問題 所以例如對方問我說 你很有錢嗎 我這邊我就會回應她說 阿有錢又可以怎樣 第二種回應 女生說 你很有錢嗎 我說 那 有錢要花在你身上嗎 我把問題丟回去的話 她需要多思考一下喔 因為她會立刻發現說 你完全沒有想要得到她的認同感 你一個問題直接 啪回去她整個嚇到 哇 第一次有男生敢反擊耶 類似 這麼現實的女生 基本上都不用跟她客氣 而且 而且 拜託一下 男生呢 要有一點點標準 當女生問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我直接就把她過濾掉了 我還跟你在那邊認真跟你對話 開什麼玩笑 門檻設定在這邊 反擊回去就對了 不要入框 我們要創一個新的框架 一開始你解釋太多的 那一刻 你基本上就已經入對方的框架了 女生已經知道你入框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完蛋了 就算你有錢的話 你回答說 喔 我很有錢 喔 你會開心嗎 你會快樂嗎 我說我很有錢 然後 她突然IOI興趣指標整個破表 那又怎樣 我有錢到底 關你什麼事 而且我 這個是Clubhouse的沛隊房欸 我到底 我要告訴你 我到底年薪多少 然後 我有房子 我開什麼樣的車嗎 Are you fucking like just fucking go away seriously 甚至 我可以怎麼回 女生問我說 你很有錢嗎 我就說 那你很漂亮嗎 對 現在如果你想要那麼現實的話 你竟然想要問我 有沒有錢的話 因為 說實在的 男生 真的有很在乎 女生有沒有錢嗎 like 就是 他佔的百分比沒有那麼高嘛 對不對 嚴格來講 你問10個男生說 你覺得 女生有錢比較重要 還是 漂亮比較重要 我覺得應該 9個會跟你講說 漂亮比較重要 不好意思 9.9個 會說 9.999個 會跟你講說 漂亮比較重要 可是如果你問女生說 帥比較重要 還是有錢比較重要的話 那這個 這個就比較模糊地帶一點點 可能會 五五分 或是六四分 四六分之類的 那我們既然要那麼現實的話 你現在在判斷男生的價值 如果是用錢的方式的話 那我現在就直接用你的長相 來去判斷你的價值就好啦 那你很漂亮嗎 就直接問他 就是很莫名其妙 你知不知道 就我覺得男生被屌打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不應該的事情 就你要用 你要在一個公開Clubhouse的場合 的房間裡面 讓我難堪 那我實說實在不用給你客氣啊 真的啊 我不用給你客氣啊 完完全全不需要 然後甚至 我們可以怎麼做 你很有錢嗎 我可以問他說 那你有在健身嗎 這更有藝術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的指 你有在健身嗎 他說 框架直接被帶到 他有沒有在健身這件事情 還有一種更有藝術的方式 你很有錢嗎 男生問他說什麼 你很會吃嗎 你很會吃嗎 就是 這些回應呢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好笑 這是我在群組裡面 幫大家整理一下的 我覺得很多現代的女生 他都一直不停的在用錢 然後再去衡量一個男生的價值 可是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不是所有的女生其實都這樣 有很好的女生 願意陪著你度過難關的 高山帝谷 他都願意陪著你一起走的 那樣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女生 然後這種女生多的是 可是如果你被性關係盲目了 你因為女生的漂亮 因為他的性價值很高 因此他混亂了你的價值觀 你到最後你選出愛的女生 即使你很有錢的話 也不會是你想要的 不但這樣子 當你真正有錢的時候 你會跑各種不同的酒店 甚至你會花錢在網膜身上 然後直接跟他打炮 因為當你很有錢的時候 說實在的 這些網膜 一天晚上跟他們睡的價錢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高 這等於有點像 你心臟一個基本上班族 花100塊然後就可以辦到的事情 那些人幾萬塊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跟網膜睡 那對他來說根本就不是錢 直接花下去 然後就可以跟這個女生打炮 可是你身為一個正當的男人 一個真正的高價值男人 我們的價值觀一定要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所以如果一個女生會問你這樣子的問題 即使你很有錢 我們有很多學員是很有錢的 即使你很有錢 直接把這個女生過濾掉 我不需要證實任何事情給你看 我可以用我的生活型態 甚至我可以帶你出去玩等等的 可是當你問我這個問題的那一刻 你剛開始現在認識我的過程當中 你就已經在測我銀行存款的底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把你過濾掉了 你連一點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希望各位用正確的心態 然後來去看待女人 然後看待這個清場的遊戲 未來當女生問你類似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反擊過去的 因為你根本就也不在乎這段關係了 好 如果你今天有學到的話 請你在以下留言 你今日所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件事就好 這會幫助你內化今月的高價值早餐